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首款其自认等效业界1.8nm工艺的 英特尔18i制程的代号为Panther Lake的客户端处理器 随着发表会动态,更多关于Panther Lake的讯息被曝光 配置最高16核心CPU和12核心XE3GPU 根据最新的消息是,首批发表的Panther Lake处理器将会有12个SKU 其中4个将是Core Ultra X系列 4个是常规的行动装置版的Core Ultra H系列 其余4个将是Core Ultra U系列 具体来说,首批Core Ultra X系列拥有Core Ultra 9X388H Core Ultra 7X368H Core Ultra 7X358H 和Core Ultra 5X338H四款SKU 其中,前三款均配备了4个P核 8个E核,4个LPE核,以及12核心的XE3GPU 而最后的Core Ultra 5X338H 则只有4个E核 GPU的XE3核心也只有10个 首批的4个常规的Core Ultra H系列 分别为Core Ultra 9375H Core Ultra 7355H Core Ultra 7345H和Core Ultra 5325H 其中,前三款均配备了4个P核 8个E核,4个LPE核心 而Core Ultra 5325H则只有4个E核心 这四款SKU均配备了4个XE3GPU内核 首批的4个Core Ultra U系列 分别为Core Ultra 7360U Core Ultra 5350U Core Ultra 5340U Core Ultra 3320U 其中,前三款均配备了4个P核 和4个LPE核 P核则取消了 而Core Ultra 3320U则进一步将P核削减至两个 LPE核还是4个 这四款SKU均也配备了4个XE3GPU内核 在英特尔10月发表的一段 关于Tentern Lake的混合运算的影片中 英特尔客户端运算集团总经理 兼副总裁吉姆约翰逊 James Johnson称 Tentern Lake的CPU核心 有了全面改进 他们的PE核心设置 最适合行动平台 同时 Pentern Lake的另一个重要重点是 该平台面向OEM采用进行了优化 OEM能够以他们喜欢的方式采用这些产品 使用他们的技术设计PC 这也使得微软 联想和其他OEM品牌公司 对使用Pentern Lake感兴奋 吉姆约翰逊还表示 通过Lunar Lake 英特尔提供了精致的类似手机的时尚产品 但对于Pentern Lake 重点将放在提升混合运算效能上 不过续航也没有妥协 英特尔将通过PE核心的灵活调度 来应对各种不同的工作负载 以提升电子装置的续航能力 具体来说 在硬体核心上 P核应对高负载 E核应对常规负载 LPE核则负责一些低功耗的日常任务 而核心的调度则是通过Frag Director进行调度 以及将系统划分为英特尔所谓的区域等技术 Pentern Lake电子装置 与具有超长续航能力的Luner Lake笔电相比 将应用相同的续航表现 但却拥有更高的效能 更高的记忆体速率 更多的功能 可以运行更复杂的工作负载 另外 在AI效能方面 爆料显示 Pentern Lake的总算力达到了180Tops 其中包括来自CPU的10Tops GPU的50Tops 以及NPU的120Tops 同时 该处理器支援4条PCIe 5.0通道 和8条PCIe 4.0通道 并支援了4个雷电接口 据路透社报道称 英特尔新发表的代号为 Tentern Lake的新一代 AIPC晶片的能耗 将会比上一代产品Luner Lake减少的同时 效能则有望大幅提升 根据最新曝光的讯息显示 Pentern Lake将采用Hybrid Multi-Tile Design构架 即整合不同制程经历 与同一封装当中 具体来说 其核心的CPU Tile将基于英特尔自家的 Intel 18A制程制造 导入了Ribbon FET全环绕炸极电晶体 与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 Graphic Tile GPU则由台积电N3E制程代工 SoC Tile及Io Tile则采用台积电N6制程代工 AI引擎与媒体处理器也全面升级 总AI算力将达180TOPS 支援端侧 AI推理与高效汇图运算 考虑到Intel 18A工艺 可以说是英特尔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工艺升级 Pentern Lake的表现很让人期待 尤其是能效方面 好在偷跑的消息显示 这方面真的给力 一次参加过英特尔月出技术简报会的消息人士 给出的数据显示 Pentern Lake的能耗比上一代产品减少30% 其绘图和中央处理器在某些情况下 处理数据的能力将提高50% Luner Lake是英特尔使用台积电N3B工艺代工的 主打低功耗高能效的产品 是要跟苹果M系列处理器比减续航水平的 如果Pentern Lake能效比Luner Lake这一代还要强这么多 那意味着Intel 18A工艺真的成了 比台积电3nm能效高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 Intel 18A工艺本来就是对标台积电2nm节点的 领先一代工艺 而且还上了背面供电 GAA电晶体结构等新技术 赢彩式正常表现 至于Pentern Lake最终表现如何 虽然Intel却仍陆续解禁 不过完整资料应该要等到CS之后了 总体来看 Pentern Lake作为Intel近年秋季推出的最关键的产品之一 毕竟它是首款基于Intel 18A制程的处理器 相关终端产品预计将会在明年一季度上市 如果实际表现真实提升属实 那么则意味着Pentern Lake将会比上一代带来更为出色的用户体验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